这边呢,它其实主要就是用程式来控制东西 那你可以看到像这个红色的效果,其实就自己要做比较麻烦 那这个大概做法呢,有点奇怪,我觉得 第一个呢,你要先新增一个Solid 那Solid呢,其实一开始放在中间才不用事后调整中心点 当然你如果很喜欢调中心点,你可以 你就可以直接就随便让画也可以 这边就是Anchor Point,可能要再调一下 你可以看到这Anchor的位置,它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要调Anchor,要用那个工具 很讨厌,Anchor到底在哪里 Shift,A在那边,Anchor Point 我还是从这边修正好了 因为Anchor不对的话,其实等一下做动画就错了 而且很讨厌的是,你必须要用Shape Layer 有没有看到,用Shape 那这边呢,我现在,这个Shape呢,我现在可能不需要它的Stroke 所以你必须要把它的Stroke先给解决掉 所以它这边呢,它的内容里面呢,你要去找它的Stroke 它的Stroke Width,我现在把它改成零 或者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Stroke直接点击,按Delete可以,所以Stroke就没有了,可以吗? 就是它那个外框线 外框线不要,那再来就是我现在呢,设Key 这边呢,我现在滚一下,然后这边呢,现在P跟R 还有S好了,就这几个 最简单的做个动画,我们先把它拉过来 然后Rotation稍微调一下好了 好,这边呢,是Key 好,再来呢,就 到这里来 再Rotate一下 这样好了,中间再加一个Key是 然后再稍微调一下Tangent,按V切到这个移动工具 Tangent要调一下 调一下以后呢,我们现在看,本来动画是长这样子而已 点准图层以后呢,按Warp 按Warp以后呢,它就会有这种功能,有没有看到 好,那你在调的时候,你可以到Effect Control里面呢 这里有Warp Time跟Number of Echo 那你可以自己调整它的Echo的一个数量 它可以长成这个样子 然后你可以调它的Starting Intensity Ctrl这样子不放,你可以自己调 好,对吗? 你也许希望前面是细一点的 对,然后这边可能,比如Decay Decay去反而怎么放 好,这个摔减到底摔到哪里去 OK,这可能还是把它调一下太多了 OK 好,像这边还有什么Geometric Softness 数字你也可以再调一下,让它更Soft一点 再播放看看 对吧 这个功能其实还不错 因为 你要自己做这个东西还蛮麻烦的 在Motion Graphic里面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OK 那再来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像Spin这个功能 这里还有一个就是Spin跟Stair Spin的话其实只是单纯做旋转 但是它这个旋转好处是 它是由程式来控制的 所以我在 这边是这样 这边直接给它一个Spin的功能 本来自己要设Key嘛,对不对 那这边我现在没有设Key 你看它其实就会转 它是用这个Angle来设定 所以你数字调的越大它就 它就转越激动 对吧 然后再加一个Motion Blur 开一个Motion Blur 对吧 对 然后Spin 它这个有一个Spin Calibrate 你可以自己稍微做Calibrate 然后这个顺时针逆时针 你可以自己调一下 对吧 还有像是 到底Spin要开还是关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动画里面 有的时候你不想转 你就可以直接在Checkbox 这个地方设Key 它就不转 这就是方便啦 这种工具是方便的 另外我再做一个就是Stair Stair的话 这边先做一个Solid出来 然后再新增另外一个Solid 现在设定为 这个颜色好了 OK 然后这边它是100 OK 所以我现在呢 哎呀真是的 500 OK 就这样吧 OK 现在有两个Solid 那我现在呢 这个长的这个Solid呢 我要做Stair 就是一直盯着它看 所以它这个其实有点像 在3D软体里面的 End Constraint 它这边呢 说一下它的Target 是另外一个Solid 那你可以看到呢 现在就是我做动画的时候 这个怎么动 它就盯着它看 对吧 就方便了 这种东西就是方便 OK吗 可以吗 可以吗 总不能下次来讲这个吧 你看我现在这边呢 这个资料夹里面 有一大票东西 比如说有音乐 有图片 有Comp 有Solid 有影片 你看这里 Tespa Launch 这个地方呢 有个Solid 有没有看到 Solid 整理好了 Audio在Audio里面 Comp在Comp里面 Image在Image里面 然后Object 在NowObject里面 然后在Video 在Video里面 有没有 还蛮猛的 然后再来呢 我们看啊 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呢 把我们的这个图片呢 转成一个Comp 然后呢 你可以在Tesca Launch 这个地方呢 比如说我选Vineate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 就会有Vineate的一个功能 可以调整 就是周边按脚 有没有 就是周边按脚 所以Vineate的一个Scale OK 那比如说呢 我这边呢 Color 这边有一个 ColorRig ColorRig的话 其实也蛮有趣的 诶 等一下 ColorRig的话呢 我可能现在要选到 这里面的图片 哇 我直接再拉一个 好了 因为它这个已经 等它玩到 我一定有点搞不太清楚 我要从哪边抓 TheProjectContentExpressionError 吧吧吧吧吧吧 那这边呢 按ColorRig 诶 为什么 发生什么事情啊 诶 等一下 我知道 现在先新增一个Project 把它弄干净 重新汇入档案 好 把它转成一个Comp 然后再使用ColorRig OK 你可以看到变得不太一样 对不对 那在EffectControl里面呢 这里有一个 UseColorRig 它其实基本上是强化影像的一个功能 那 SideBySide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 强化前跟强化后的一个差异 那你可以把它转成黑白图片 然后ColorLogAmount 就是它使用ColorLog的时候 它这边有一个数字 你可以看到这边可以做调整 基本上是对中间调跟色彩浓度的一个调整 那如果说我现在呢 ColorLog关掉 我把它改成BlackAndWhite 那这里有个BlackPoint 跟这个 好像它这个没有弄出来 ColorRig还是要开 它是针对暗部 BlackPoint 另外一个是针对亮部 可以吗 可以吗 好 好 那 大概就这样吧 好 好像还有两个漏掉 我可以下次再说吧